欢迎来到回老师说唱歌频道 唱歌时经常是越想表现好就越容易出状况 特别是遇到你在意的人或者是重要的场合 事后你总是觉得自己发挥的不够好呢 有遇到过吧 经常是越想给别人留下好印象 越是容易表现不佳 没错吧 越想好好发挥越是把事情搞砸 过去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评论区打个1 让我看看有多少 今天这个视频 我给一个屡试不爽可以根治的好办法 不过在说这个办法之前 我先带你了解一下 唱歌表现时这紧张背后的原因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目的性颤抖 指的就是你特别有目的的时候 比如说你想把一大桶油 倒在一个小口瓶子里方便使用 越是想着别洒出来 你就越容易紧张手抖 导致油还是洒到了外面 就像你打乒乓球 越是想赢 你的动作就越容易变形 从而产生失误 这里面的核心原因 就是你对结果 或者外在的评价太过在意 注意力聚焦在了这些不可控的外在因素上 就导致了你原本可控的行为 已经没有多少心力去支撑了 而这些外在的因素呢 又对你的执行过程形成了巨大的压迫感 这就是你容易紧张和失误的根源 明白了吗 就像你本来一首歌练得很好 本来还挺自信 可一到大家面前演唱的时候 被大家注视 看着你 立马就慌了 声音开始不稳定 甚至会忘词 这就是你在意别人的看法 大过了对歌曲演唱的在意 明白了吗 明明你准备的挺充分的 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 或是遇到点状况 你就开始紧张 不在状态了呢 关键在于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 这就是典型的讨好型心理 越讨好越容易自卑失误 因为你在意的点错了 要想克服紧张 真正把歌演唱好 我送你一个屡试不爽 超级有效的办法 记下来 这个办法就是忘掉期待 全情投入 好的结果和评价 不是期待出来的 更不是焦虑出来的 是让规律做事换来的 当你把注意力放在歌曲演唱上 全情投入 沉浸在歌唱中 生情并茂 你就会一扫紧张情绪 给你带来的干扰 更容易获得好结果 好评价 所以一定要记住 赢得好感的最好办法 就是不祈求好感 达成目标最好的办法 就是忘掉目标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抗干扰能力 还有待于提升 不想因为紧张焦虑等情绪 把歌曲唱杂了 就多找机会 按照我今天说的方法 多多去锻炼自己 提升自我的管理和控制能力 我是回老师 学唱歌慢慢来会比较快